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至他需要寻求天上的审判官 他知道公义的神必会为他出头 虽然诗人没有特别提及过是什么事情 不过他声势力竭地表达自己的无辜 并且他控诉这些恶人的罪状 在第一节和第十一节 诗人都提到他期望神伸冤 其中一个因有就是因为他行事顺存 顺存有正直的意思 所谓的顺存不是指到人对事物的标准 而是指行事为人 因着神的心意而行出来 这些就是平常生活的实践 亦都是上主所喜悦的 因此 私人在生活当中 他全心全意 以神的道为依归 并且素尚依靠神 另外 第三节提到 因为你的慈爱尚在我眼前 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 慈爱一次 不单只是表达神的爱 更加是有文药的意思 私人深信 立药的神 必会重视文药的应许 所以当私人按神的话生活的时候 上主必定会保护立药的子民 令他们得到神的保障和引导 也正正因为出于文药的关系 私人可以向神祈求 救赎他 怜悯他 同时 私人也知道神是圣热的 所以他求神去擦汗 试验 熬练他的肺腑心肠 甚至以洗手 去象征自己的清白 私人除了想强调自己无辜之外 他也都想表达自己 其实是站在圣结主的一边 他甚至可以坦言无惧地走到祭坛前面 献上感谢祭 因为他知道 所信的神是会行奇妙作为的神 值得他述说 清诵神的作为 另外 私人在短短几句曲词的里面 记载到不同类型的恶人 这些恶人的恶恨 私人是看在眼内 例如第四至五节 提及到虚方人和门控人 虚方人是指 谎言虚妄的人 就是那些常说大话 不可靠的人 门控人 原文有被隐藏 自我隐藏的意思 大概就是那些鬼鬼祟祟 不光明磊落的人 另外 第九第十节都提及到 有些的恶人是流人血 奸恶 甚至是贿赂的行径 虽然经常遇到恶人 但是私人强调 他没有与这些人同坐 也都不与他们同群 甚至是恨恶他们的聚会 私人坚决 不与他们同伙合谋 上起诗篇第一篇 一节二节的经文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暂罪人的道路 不助舍万人的作为 为喜爱亦画的律法 就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或许 诗篇第一篇 就是我们今天 二六篇中 私人所持守的信念 所以出于神的慈爱 文虞之下 他和这些恶人 画清界线的地方 就是他仍然按神的真理而行 当恶人的手充满罪恶 颠倒是非的时候 私人却是恨事顺存 紧握真理 弟兄姐妹 面对恶人再前 我们当然很想 神站我们的身边 为我们主持公道 甚至很想 神立刻去除掉 我们眼中的恶人 私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祈求上帝的审判临到 不过 私人不单止停留在 要求神为他伸冤的地步 他亦坚持着 自己不走在恶人的道路当中 特别当我们遇到 事无忌惮 作恶多端的恶人 或者是遇到 鸣枪暗战的攻击的时候 人是很容易以恶制恶 甚至是以正义的名义 去恨恶 不过 私人所追求的 不是替天行道 而是坚守自己的心 不被污染 恨事为人 对得住神 并且坚信 信实的神 在文约之下 是对圣约子民 有祂的保守 所以祂将恶人 交给公义的神去审判 人要尽的本分 就是保持顺存 不要恨恶 故此 今天我们活在黑白颠倒 恶人还行霸道的世界里面 我们所追求的 除了是盼望 等候这个公义的主 出手审判恶人之外 我们都要学障 私人所坚持的 我向来恨事顺存 我又倚靠义活话 并不遥动 愿我们一同的讨告 天父上帝 多谢你赐下话语给过我们 今天我们继续阅诗篇 提醒我们面对不公义的事情 或者遇到恶人攻击的时候 要坚持恨事为人 对得住我们所信的主 因为主所喜悦的 是我们生活当中 坚持行出神的道 我们怀着盼望 等候神的审判 因为我们相信 神是慈爱又公义的神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命而求 阿们